第六名到底是哪個名字呢 3、2、1 噔噔 是LightPay 所以LightPay其實它在去年2018年 也是大家最喜歡的一個行動支付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基本資料 它這次總共有103個人選 它是最常使用的行動支付 那它的佔的比例是26%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有26個人在使用這個LightPay 這很奇怪啊 為什麼 因為LightPay應該是很多很多很多人使用的啊 那怎麼它的市佔率才只有26%呢 就感覺是有點少 有人講到說 LightPoint可抵的通路很多 非常的好用 這也是就是LightPay它自己本身這個 通路的拓展 現在已經有1萬多以上的句點可以使用 它也是做得不錯 所以說你在就是使用的時候 可以順便把這個點數抵掉 它整個生態圈有做起來 所以非常的好 所以有人寫到說 支付店家多而且百貨量販都可以使用 對像我自己本身如果有LightPoint的 出區加上幅也可以把它抵掉 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做法 所以我個人覺得蠻好的 然後有人寫到說 主要跟Light APP整合 因此使用上不需要額外裝APP 在第四季加上一卡通儲值帳戶功能以後 對朋友之間的轉向更加房間增加了不少的使用度 這個也是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我之前有寫過一篇貼文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但是我想說 就對他好一點 就是我就先付了 對那結果呢 我在跟他say goodbye離開之後 我回到家就發現 怎麼有一筆Light Pay E卡通的轉帳進來 他是把那個吃飯的錢的一半就是付給我 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也太厲害了 這個就不可逆你知道嗎 就是你還不能夠選擇就是不要接受 就是他那個錢就是 你看已經確定是朋友的關係 然後他也有一卡通帳戶 你有一卡通帳戶 他錢轉給你就是一定收得到 這就是實名制的好處 那我就覺得這樣就是沒有什麼人情味啦 人家想要請你吃飯 你要把錢匯回來這樣子 非常有趣 可以去八方雲集刷卡 所以就是可以去八方雲集買東西就很開心 這真的很妙 平常還是正常感應刷卡比較多 除非配合活動節的任務才會用Apple Pay 然後可以跟著主要的手機走這樣子 這個大家其實也都是蠻經典的 像也有人寫到說 因為CocoCompo iCache有5%回饋 接口也蠻強用的 因為我這個問卷是在去年的年底 所有就是來發放的 所以那個時候接口的 iCache5%還沒有就是拿掉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網路行動支付的部分 他也是算5% 那今年的部分他已經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你就是綁定在做消費其實是沒有回饋的 就可以不用綁 可以解除 然後有人寫到說 有中性的LinePay聯名卡 所以就把它綁上去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因為LinePay聯名卡 他其實只要綁定在LinePay上面 他就是終身免費了 就算你不刷 你把它綁著也是不錯的 對 那他今年的話就是國內只剩下一% 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對 所以大家就是也可以選擇就是用其他 有一個好的卡 前期有活動的時候 而且拿到的Line點數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拿來消耗買吃等 這個也是很好的做法 對 然後有人講到說商店支援度高 屈城市等商店有做活動的配合 所以現在這個2019年起 這個LinePay LinePay這個聯名卡 他自己在屈城市買東西 也有5%的這個點數回饋 也不錯 大概就是打個95折 所以您自己本身的LinePay卡 如果沒有剪掉的話 倒是可以在某些直徑的通路 把它當作是通路神卡來使用就好了 對 好 再來 有人寫到說 中性LinePay無腦神卡 去年 前年是無腦神卡 去年比較不無腦 那今年的話就不是神卡 對我覺得 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厲害 對不對 還是我們現在還有很多人 是把LinePay當作是主地卡 基本上應該比較少吧 LinePay卡拿來用Hotels棒棒 Hotels則15%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大家如果在Hotels.com 就是消費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 你可能要先查詢一下 你自己手上的信用卡 哪些卡片的優惠是比較好的 那因為有些銀行 可能給你七八八八或十幾%的回饋 那你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連結進去 那 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是可以搭配Shotback 但是呢 經我自己的實測 有些時候你從Shotback的連結連過去的房價 會比較貴一點點 那 跟你用信用卡的回饋比起來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全衡一下哪個 給的點數回饋比較多 好 這個就是要自己去比價的 那不要傻傻的就是被銀行的網頁 或是被Shotback的連結給騙了 這個一樣都是要花時間再去做比價的 對 像我之前比價完之後 我發現 好像用另外一條通路比較好 我就用那一條通路 所以 這個就沒有一定 那 因為很多銀行 他們自己的活動都是一檔一檔 一計一計的 所以他可能 這一季中7% 下一季中12% 15% 不一定 所以你自己要特別去比價 那 中信來配卡的這個15%回饋是一樣 如果他有綁定中信來配15%支付 但他也許就不讓你從Shotback的過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自己就要權衡一下說 如果說Shotback他給你的是15%或20%的回饋 那是不是使用Shotback會比較好 這個就不一定 那有個人寫到說最近優惠多 帳戶消費50送10點的light points 像今天12月5號 小北還有15%加碼回饋 配合的店家跟網購平台很多 都很划算 所以 這位網友他舔的應該是12月15號這邊舔的吧 他的日記都寫出來了 非常的不錯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寫說 這個回饋多通路廣 非常的不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 我個人覺得 minePay 他在台灣其實應該算是有打搶他的知名度了 那 以minePay這個品牌來說的話 我個人比較期待的是 他在今年 台北付版卡會推出來的 這個minePonks臉明卡 我真的 非常的期待 就是他可以再段做什麼牛肉來 如果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對這個真的還不錯 就是期待好不好 我們就是期待 更多更多的銀行 就是有競爭 然後才有流水出來 通路多 可綁Coco5% 再來是1秒刷4% 然後再來 黑狗3.5% 最後 和庫卡納赫拉藍鑽3% 依序使用 所以大家自己 是不是心裡面也有一個 所謂的自己的Race賬號 5%的 應該現在應該是 華南愛網購生活卡最高5% 然後再來再換4%的 可能1秒刷 1秒刷現在行負好像只剩3%了 所以你應該要先把黑狗3.5% 然後再來再打 和庫卡納赫拉藍鑽3%之類的 你自己應該會有一個順序 這個也是很精明的消費者 最近優惠多 賬戶消費50送LP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好 那就是代表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 第二名已經講完了